大家好 我是莫堪 我代表我自己 幾天前我打開Netflix 看著列表上的水星的魔女 腦袋 瓢果網路上看到的各種兩極評價 抱著基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點下去之後 蛤?JK 百合 美腿 我在此宣布 水星的魔女 神作 水星的魔女的故事背景 並不是一個充滿煙宵味的戰爭年代 而是許多企業財團 在宇宙中進行經濟發展的上業時代 在前傳劇情中 以宇宙企業為首的MS開發評議會 為了阻止奧克斯地球企業 與瓦納迪斯機構的鋼彈開發計畫 以黑箱的方式舉行臨時發表會 對外宣布將終止鋼彈的開發 並以企業執行法 勒令奧克斯地球企業停止運作 不過與此同時 戴琳格也暗中調動兵力 對瓦納迪斯機構進行血腥塗路 這段劇情不僅帶出了宇宙人對地球人的歧視 更呈現出了商業鬥爭的黑暗面 而這些沉重的劇情要素 也都充斥在本傳那看似歡樂的青春教員生活之中 最明顯的 就是貝納里特集團旗下企業的那群富二代 從這集畫戲份比較多的米奧林涅跟古爾身上就看得出來 他們都是父親用來進行商業鬥爭的工具 一旦牽扯到商業的利益 他們就沒有自我選擇的權利 米奧林涅被父親當作學員決鬥的獎盃 只要是決鬥的勝利者 就可以跟米奧林涅結婚 古爾則因為父親的利益考量 在跟主角蘇萊塔的第二次決鬥中 被父親強行用AI 奪走他對機體的控制權 嗯... 而古爾對米奧林涅學習地球人種植行為的不屑 以及妮卡、缺秋莉與馬爾丹 三個來自地球的學生 被宇宙學生霸凌的情況 也都明顯呈現出了宇宙人對地球人的歧視 從上述這兩點來看 整個阿茲提卡西亞學員 其實就是社會的縮影 雖然跟國家戰爭比起來 商業鬥爭跟種族對立的格局似乎小了很多 但其實光是這兩點 就可以衍生出非常多的深度巨型衝突 甚至很有可能 一個沒有弄好 就會變成宇宙方跟地球人的戰爭 畢竟戰爭的起因 多半都是因為利益糾紛或是種族文化的衝突 更不要說 這背後又隱藏著主角蘇萊塔的母親艾爾諾拉 對整個貝納里特集團的復仇計畫 水星的魔女的故事背景設定 其實超級沉重 而且 校園的劇情說老實話也沒有到很歡樂 妮卡三人在餐廳被霸凝的時候 妮卡雖然像沒事一樣默默地承受這一切 但她離去的背影卻讓人感覺到一股 但你祖媽買起來你就知道死啊 的復仇前奏 另外 非常值得一提的是本作的鋼彈系統 原先是為了輔助宇宙環境 所產生的身體晶能障礙所誕生的醫療技術 後來瓦納迪斯機構 將這項技術應用到MS的製作上 打造出了鋼彈 並開發出能夠驅動鋼彈的帕梅特殼痕系統 這道系統跟鐵血古爾的阿賴耶是很像 隨著殼痕等級的提升 駕駛便能發揮出機體的更多性能 但操作過程所帶來的巨量資料反饋 也會對駕駛的大腦產生嚴重負擔 從而導致癱瘓或死亡 所以瓦納迪斯機構才會開發出AI 用來輔助駕駛操控機體 減少駕駛的負擔 而這個設定也帶有類似Cyberpunk跟AI智能的液體存在 從設定上來看 柯痕開到暴走的劇情是肯定會發生 但除了柯痕之外 另一個隱憂就是機體的AI智能 雖然目前擁有自我意識的只有風靈鋼彈 但這也很難保證之後不會出現第二台具備自我意識的機體 畢竟第三話 也看見了柯痕的機體有著AI操控技術 而一旦機體產生自我意識 就有可能會被駕駛造成威脅 畢竟不是每一台都跟風靈一樣那麼的婆 駕駛自身用來驅動機體的帕梅特柯痕 跟機體的AI之間有著一道細微的界線 任何一方一旦越界 駕駛就會有被機體吞噬的可能性 因此除非是像蘇萊塔那樣的天選之人 或是有放一包乖乖在上面 不然鋼彈的駕駛艙基本上跟棺材沒有兩樣 而且就算坐上去了 也難保不會像主角的爸爸那樣為了自己的信念 無視癱瘓跟死亡的嚴重後果 強制提升柯痕的層級 更不要說將來如果發生戰爭 又有多少駕駛會在戰場環境的驅使之下 輕易越過這條界線 而駕駛會不會因為機體的AI暴走 發生被強制提升柯痕層級的狀況 光是系統設定就有很多令編劇感到興奮的劇情發展 所以什麼青春校園戀愛喜劇基本都是騙人的 至少就目前的劇情內容看起來 水星的魔女並沒有為了要迎合新世代的觀眾 而放棄探討戰爭議題 反而更像是要從較為貼近新世代觀眾的親子問題 跟校園生活的劇情 帶出利益糾紛跟種族文化的衝突 一步一步的帶領觀眾去探究戰爭的起因 並從中體會到戰爭的殘酷 也就是說除非大河內不想或是上層不願意 不然水星的魔女能夠探討的議題 絕對比想像中來得更多而且更具深度 而在這樣沉重的背景設定下 人物也有著許多的自我掙扎跟內心衝突 從外傳小說《遙人之心》的內容中可以得知 主角蘇萊塔在4歲生日用MS點蠟燭 以及聽完父親用生命放鬆的生日快樂歌之後 就跟母親逃亡水星生活 但由於水星基地也是被那里特集團所屬 因此被集團總裁戴琳格貼上魔女標籤的母女倆 並不受水星居民的歡迎 即便蘇萊塔多次駕駛風靈鋼彈去進行救援行動 仍有不少碰到Damiya的西老輝亞認為應該將她的母女放逐 加上母親被仇恨猛逼的雙眼 為了復仇計畫嚴重缺起了蘇萊塔的童年 於是風靈鋼彈的駕駛艙 便成為了蘇萊塔的避風港 蘇萊塔害羞可愛的個性跟校園生活的願望清單 看起來雖然很像是什麼萌戲設定 但這其實都源自於她過去 在水星受盡壓迫的孤單生活 而蘇萊塔所信奉的母親名言 逃走的話只會得到一樣東西 前進的話只能得到兩樣東西 這看似正向語錄 以及她本人所呈現出來的正能量 其實換個角度去想的話 也很有可能是因為母親長年不在身邊 為了填補這份孤獨 於是蘇萊塔便將媽媽的話牢牢記在心裡 在自己想逃避的時候 就用這句話鼓勵自己 好像媽媽就在自己身邊一樣 這點在妖倫之心的故事中 也能看出一些蛛絲馬跡 但如果再要求一點 也有可能媽媽就是用這句話去PUA蘇萊塔 好讓能夠駕駛瘋靈的蘇萊塔 能夠成為她復仇的工具 也就是說 這句話既是能帶給蘇萊塔勇氣的咒語 同時也是一個建立在仇恨之上的親情詛咒 就像有人說她事情辦完就會馬上回來一樣 一句話就讓你吃吃等了23年 按照大河內喜歡對角色的思維 在這種不正常的環境中長大的蘇萊塔 除非她真的天真單純到極致 不然內心絕對不像外表一樣的呆萌 她所表現出來的那一份正向跟堅強 背後都是滿滿的傷痕 只是看什麼時候要讓她崩潰而已 她在校園生活過得越開心 大河內就笑得越高興 因為後面捅起來的效果肯定還到不行 而這種內在豐富的人物刻畫 不僅體現在蘇萊塔身上 目前登場的角色 也幾乎都有不為人知的另一面 而且沒有一個角色是完美無缺的 每個人物都有性格上的缺陷 先不要說那些泰哥的大人 身為主角蘇萊塔 未婚夫妻的古爾跟米奧林涅 本身就有很明顯的傲慢自大跟自我中心 古爾瞧不起從水星來的蘇萊塔 瞧不起地球人的生活 米奧林涅則不顧蘇萊塔的感受 擅自駕駛鋼鋼彈跟古爾決鬥 但隨著劇情的發展就會發現 古爾的傲慢自大是來自於她強烈的自尊心 而這份自尊心的背後是她想被人認同渴望 所以當蘇萊塔認可她的實力的時候 她的內心便產生了極具的化學變化 直接暈爛 而米奧林涅之所以自我 是源自於父親對她的不重視 以及周遭同學對她長輩身份的嘲笑 讓她認為自己想要的一切都必須要靠自己 無法對別人產生信任 所以當蘇萊塔為了她跟古爾對決的時候 米奧林涅的內心除了驚訝之外 應該也會產生一股強烈的情感衝擊 俗稱Dendel 畢竟這應該是她在進入學校之後 第一次有人為了她挺身而出 再加上蘇萊塔的駕駛技術 和永遠面對的堅強個性 米奧林涅這感覺應該是被電暈了 按照這個模式發展下去 水星的魔女應該可以改名叫做水星的發電機 或是水星花園 而除了充滿深度的人物刻畫之外 水星的魔女讓我們最期待的 就是對於風靈鋼彈AI的內心刻畫 這部分在搖籃之心有著很觸動人間的描寫 可以感受到風靈對於母親復仇理解 以及對蘇萊塔的不捨 幾乎可以預見風靈會為了保護蘇萊塔 而犧牲的壯烈結局 在了解風靈內線的想法之後 回過頭再去看風靈在前傳 第一次出擊時的第一個動作 她是先開啟護盾 而不是先進行攻擊 雖然少了很多氣勢跟震撼感 但這也透露出了風靈鋼彈內心的守護信念 我真的沒有想過 我居然會有刻鋼彈跟駕駛CP的這一天 可是風出真的是 噢 像到不行 總而言之 水星的魔女目前的劇情表現 讓我對後續抱有非常大的期待 希望可以一路平穩的走到結尾 拜託 撐住 求你了 那麼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莫堪 我們下次見